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长大在哪里宰杀 统统一目了然 政府的食品群虽然利益良好 但有待改善 桌上便当 四菜一饭 谁供应 清清楚楚 一上上网就可以看到 同时可以看到今天学校吃的东西这样 透过手机就能了解小孩吃什么 谁烹煮 谁供应 到底 为什么 按照上头地址 我们找到负责的团扇公司 每样菜色一完成下个动作上传网路 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边拍摄 把五道菜 三道四道菜 完全都拍摄完毕 然后我们再上 直接登录电脑 然后直接上网 货车还没抵达学校 供应商资料全上网 政府推动的食品云 就是把这概念再扩大 局来说呢 这包饼干需要这些食材 全部都要完成登录 然后才是真正的溯源 除了食材到哪加工 卖给谁 通通要登录 食品范围涉及很广 需要跨步合作 目前食药署要求业者 分阶段登录产品上下游 农委会 经济部的资料 也都要上传 把这些资料这样串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用Big Data 大数据的概念去分析这些资料 指引来说 台湾亦有病死猪流入市面 就能透过食品云查询 找出哪个环节有问题 有多少倍吃下渡 不过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政府花了两亿推动的食品云 很抱歉 目前无法启用 八九月初包才又说 我们先前好像有一个东西 叫食品云又要从头来 盖大楼包工换四家 换公司换四家 怎么会做得好 卫福部实要所跟我承认一件事情 这个食品云他们现在 对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至少他知道台湾有多少厂商 厂商在哪里 说穿了食品云还在建制中 只是砸大钱搜集来的资料 未不会一场空 因为食品云只管有盈利登记的企业 没盈利登记的地下食品工厂 成为管理漏洞 去了解这些地下工厂 它是不是有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会是一个漏洞 但是我们在补墙这一块 不只要补墙的很多 对于消费者来说 黑心油事件就是溯源管理出问题 事发已经超过三个月 现在进入食品云点选消费者查询 看看能查到什么 我就打油 可是它要一个一个这样查 然后再等一下 不方便 操作费时不用说 跑出来资料更让人傻眼 没供应商就算了 竟然比包装标示还要少 我今天进到里面去 然后看不清楚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框架被架在那里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他可能就觉得太复杂了 政府动作慢 效率低 却有食品大厂 早就推出精准的溯源系统 蛤蜊鸡汤 香煎鸡腿排 碗里的鸡哪里来 像桌上这一道鸡腿排 在料理前可以透过包装 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透过手机扫描 就可以获得所有资讯 这只鸡 是哪里的资料长大 我们巡献追踪 照答案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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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车子进场的话 他一定要下来就是少8克 因为我们要所有的桶位 我们要追踪嘛 所以说要少8克的话 他们都会知道 这个货要卸到哪个地方 资料厂全以电脑监控 清楚掌握 资料的数量和流向 客户名称 然后就是那个厂子 所以你装料完你就要送去哪边 对 跟着饲料车来到台南后壁 你看这肉质很漂亮 他也看见他的鸡腿 他的胸肉 人们这样吃鸡排 这个鸡胸肉 带我们进鸡舍的老板余盛章 把小鸡饲养为成鸡 分切完成贴上溯源贴纸双箱出货 小鸡吃谁的饲料 哪里长大 在哪宰沙 有药物残留 我们实际去的这些地方 都能在溯源系统上查询 我们是做整个垂直整合 所以我们在管控上 会比较容易 那只要中间的供应链 只要有断掉的话 那可能就要做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不论私有云还是公有云 都希望产地到餐桌 资讯更透明 使用更安心 只是政府要拿出决心 不要做半套又乱了套 让高深提倡的食品云 变成一团没用的乌云